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频道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6月6日星期四 今天早晨呢 大家都被这个志玲姐姐结婚这个消息刷屏 大家都看到了志玲姐姐结婚了 她的老公呢 就是这一位 长得呢 看起来并不是很漂亮 长得不是很漂亮 好像也不是很帅 对吧 看起来呢 好像还有一点老 对不对 看起来呢 比志玲姐姐好像要大 对不对 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 那你就错了 一会儿啊 我会跟大家说 那就错了 为什么说你错了呢 现在我告诉你啊 这位新郎他是谁呢 他呢 叫Akira Akira 他是这个 他的英文名字 那他的那个日本名字是叫什么呢 是叫这个看到没 这个黑 三年水加一尺 不读尺啊 这个不读尺 我查了一下 他是读泽 他叫黑泽良平 这是他的日本名字的一个中文写法 他叫黑泽良平 他呢 是1981年出生的 1981年 大家知道不知道 志玲姐姐姐是哪一年呢 志玲姐姐是1974年出生的 那就是说 他这位新郎啊 是一位八零后 而志玲姐姐呢 是一个七零后 他们两个相差了七岁 志玲姐姐 是一个姐弟恋呢 现在呢 娱乐圈 有很多的姐弟恋 而姐弟恋呢 相差七八岁 也不算什么 相差12岁的 在娱乐圈 已经有好几对了 我们都知道呢 现在的女性 尤其那些个 独立女性 他们也比较挑剔 往往呢 这一挑的过程当中呢 就把自己挑大了 就成了圣女了 圣女也分级别的 有普通圣女 还有黄金圣女 黄金圣女是不怕的 就像志玲姐姐这样的 黄金圣女 他们也不怕 因为黄金圣女 她的选择 不限于比自己大的 可以是比自己小的 那咱们一般的传统观念呢 就会有一个 对女方比男方大 如果超过三岁的话呢 比较不容易接受了 三岁差不多就是一个 极限了 我们有一句话呢 就为大三岁找了一个借口 就是呢 女大三抱金砖 女大三 我们能够接受 这个年龄差别 再大 就有点不能接受了 但是现在在娱乐圈 姐弟恋 大三岁以上 大十岁左右 现在呢 越来越普遍了 可能在民间呢 这种情况 也越来越普遍了 好 这位黑泽良平 那他是一个什么来头呢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他是1981年出生的 大家都知道 智玲姐姐呢 身高很高 她有多高呢 智玲姐姐 她的身高是 一米七三 而这位黑泽良平 她是一米八四 所以从这个身高上来说呢 这个黑泽良平 是完全是配得上 智玲姐姐的 然后呢 南方长得呢 比较着急一点 而女方长得呢 又比较年轻一些 所以啊 她们两个看起来 从外貌上看 从身高上看 还是比较般配的 是比较般配的 那从事业上 她们两个是否般配呢 现在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黑泽良平 什么来头 什么绅士 好 她是1981年出生的 她是日本的 有一个 pop group 就是那种 摇滚歌曲的演唱团 叫Excel Excel团队的一个成员 Excel呢 还有另外一个 Excel the second 这两个演唱团队的成员 这个黑泽良平呢 她是一个 纯正的日本人 她是在日本出生的 她是在日本的 这个地方出生的 叫什么 Yukohana Kanagawa 这个地方出生的 后来在她三岁的时候呢 她又搬到了 叫Ewata Shizuoka 搬到了这个地方 她在三岁的时候 搬到这个地方 她从16岁开始呢 就在俱乐部跳舞 后来呢 她就搬到了东京 并且呢 去寻找当时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中介公司 他们演艺圈呢 就叫经纪人公司 对吧 这个经纪人公司呢 叫Makeda and USA 去找这个经纪人公司 这个经纪人公司呢 它不愧是一个 这个非常成功的经纪人公司 就说在演艺圈呢 这个经纪人公司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个好的经纪人公司呢 就能够对你进行 有效的包装 和推广市场 就能让你很快的成功 她在2004年的 12月份的时候呢 开始了她的第一次表演 首次登台 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呢 她就加入了这个 Excel这个团队唱歌 然后从2006年的 三月份开始 她又开始了表演 就是演戏啊 主要是一些舞台剧 演舞台剧 后来呢 又参加了一些 电视剧的角色演出 2012年 在日本富士电视台 播出的一个电视剧里面呢 她就有出演 2015年的时候呢 她就给一个电影 叫Maid Max Fury Road 这个电影呢 来配音 2016年的9月份呢 就宣布参加 Excel The Second 就第二Excel团队 来作为歌手 然后她在她的微博里面 她就说 八年前 然后就和林志玲 在一个舞台剧里面认识 那八年前呢 就是2011年的时候 她跟林志玲认识 然后从去年的时候 他们两个开始交往 作为她来说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她的知名度呢 肯定是远远不及 智玲姐姐 那她呢 也有她自己的 这个微博账号 你看 这个就是她的微博账号 那她会不会中文呢 这个不是很清楚 有可能智玲姐姐会日语吧 台湾呢 有很多人都会日语的 而且日语还不错的 能够进行交流 林志玲呢 其实被大家都公认为说 她是标准美女 我认为林志玲吧 你要说她 从性格素养各个方面啊 我觉得她真的是 没得说 情商很高 智商也很高 身材肯定没得说 个儿又高 对吧 然后呢 身材又好 打长胳膊 打长腿 非常的让人羡慕 可以让所有的女孩子 羡慕嫉妒恨 那她这张脸长得呢 挺漂亮的是挺漂亮的 但是呢 我不认为 她就是长得 就是非常漂亮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她长得 不如范冰冰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范冰冰 我觉得范冰冰比她漂亮呀 你看范冰冰的眼睛啊 鼻子啊 嘴啊 对不对 都比林志玲要漂亮呀 对吧 应该是都比林志玲漂亮 林志玲也挺漂亮的 但是呢 她真的是没有范冰冰漂亮 而范冰冰呢 我认为和安州拉贝贝呢 相比 我还觉得安州拉贝贝 好像比范冰冰还更漂亮 你看这是林志玲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范冰冰 然后我们再来看安州拉贝贝 这是安州拉贝贝啊 我认为安州拉贝贝 长得更漂亮一些 你看她跟那个黄晓明两个人 这应该是她的结婚照吧 你看她多漂亮 她的这个脸型 她的脸型鼻子 还有眼睛啊什么的 她的眼睛呢 就看起来有一点混血儿 他们好像是说 她是一个混血儿 说她是有什么血统啊 不是很清楚 我这点我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你看她 这是安州拉贝贝 对吧 再给你看对比一下啊 再看这个范冰冰 范冰冰 安州拉贝贝 谁漂亮 是不是安州拉贝贝漂亮 然后再看林志玲 对不对 林志玲 安州拉贝贝 谁漂亮 林志玲 安州拉贝贝 林志玲 女同育女 在一起太养颜了 实在是男的太帅了 女孩太漂亮了 然后呢 你再看这两个 反正这个日本人吧 我觉得 那个 有点 从外形上说 有点不得配得上 芝林姐姐 但是人家还比她小那么多呢 然后个儿挺高的 一米七三和一米八四走在一起 还是挺般配的 反正大七岁 我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大七岁 这两个照片对比 我看不出来 然后他们俩公布的这个照片 更加看不出来 从这个照片上看 这男的还比林志玲要大呢 对不对 然后从事业上 反正也平平 希望她能够对芝林姐姐好吧 希望她们能够幸福永远 有人说我就想 芝林姐姐 她智商有高 情商有高 然后她以前肯定也有过感情 严承序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知道是如何分手的 为什么会分手呢 奇怪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